好 那排名更新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去控制你的得分 就是說 我們上面不是有一個輸入壓分嗎 就是你在 輸入壓分後呢 你在點排之前 就是你點下去之後 之前要檢查 你的壓分是否大於得分 那如果 大於的話才可以做 沒有大於的話 你可能要提示一下 就是你的壓分要小於得分 那如果你大於得分的話 你就是不可以讓他做壓度的動作 那你點排之後 如果沒有猜對 那就是得分-壓分 那如果猜對的話 就是得分加壓分乘2 那這個問題你自己定 比如說你第一次沒有猜對 第一次猜對可能是乘以5 那你如果再猜第二次 第二次猜對的話 可能就是乘以2 那這些細節 你就再自己去設計一下 那我們這邊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得分管理的部分 那得分管理的話 就是 我們回到這邊 好我們 上次的時候呢 我們這個物件 概念這個地方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物件 就是gap這個物件 那我們就是有宣告兩個方法 一個是 是否可壓分 跟一個是trade score 就是你的分數的移動 好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兩個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 我們先做第一個 就是判斷你是否可以做壓分的動作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回到程式這邊來 我們再找到你這個gap物件這邊 gap.h 好 我們把這個 方法把它加上去 應該是score的一個物件 好像錯了 好在score這個物件呢 我們不是有一個 可以壓分跟trade score 這兩個嗎 那細節內容我們還沒有寫 所以我們先處理第一個 就是 campage的一個地方 把複製過來 好 那這裡呢 因為它是物件的方式 所以 我們必須要 用參數傳遞的方式去做 所以 是否可以壓動 我們必須要傳兩個參數進來嗎 所以 這個要改一下 所以我們需要兩個參數 一個是你的目前的分 我們目前的分是存在 也不用 我們那時候在屬性的時候 是不是有更新上去了 那記得我們回顧一下 在 app.vculture.fdm 網上看一下 這邊的分數 好 這個分數這邊啊 這個myscore這一個 物件啊 裡面我們不是有先給定你的分數嗎 還有你的壓分 好 壓分還沒有去指定 我們等一下再指定 我們也是先給了分數了 所以在myscore物件裡面有 score跟band 這兩個 所以我們回到 score.nm 來 就是這兩個層 這個屬性 這兩個屬性會在外面做給定 所以我們就直接 透過這個去判斷就好了 好 所以就不用傳統參數了 好 這個的話就不用了 好 所以我們要判斷的是 你能不能做壓分的動作啊 如果可以就是履層出啊 如果不能壓就是履層false 所以這邊就是簡單的一個問題的判斷 好 好 就這樣 就是 我們的這兩個屬性 就是 Basic跟score 就是你的壓分 大於score的話 就是不可以壓 我就去turn no 那如果你是 小羽的話 我就可以壓分 就是 turn yes 好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在score 這個物件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做 campus 這個方法 好 那這個呢 打完之後呢 我們要去用它吧 所以我們在點之前啊 要去檢查 你是不是可以壓 因為那時幾點可以做啊 或者是你在 打 打完你壓分之後呢 你可以去檢查 那我這邊就統一都是在點下去的時候檢查 好 就是你可以隨時的去調整你要的壓分 那這邊的話 我們回到這個 ViewControl.A這邊來 好 一樣就是在open這個地方 open這邊 所以我們點下去之後 所有的點 所有的觸發點 都是在你點下排面的時候去觸發嘛 所以 這個是更改我們的排面 那更改排面之前啊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檢查 能不能壓分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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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檢查方法在哪邊呢 是不是在mysgo這個物件裡面 所以我們把mysgo物件交出來 好 我們把mysgo物件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 campus這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是不是很喜歡 true跟false嘛 就是yes跟no 如果是yes的話 好 就等於yes 嗯 應該是等於no就好 就是看一樣就可以啊 不能壓就不行 如果只能inno的話 好 等於no的話呢 我們就要把它return掉 就是我就可以把它return掉 那訊息我現在不用我先用slog 顯示給大家看 好 所以呢 我們先測試一下 這一個 就是你的分數啊 打上去之後呢 我們還沒有去做更新 在畫面EY這邊 我們要先做一下 這個壓分的屬性 應該還沒有 淨力連結 所以 先打到 打開到這個 storyboard這邊 好 找到你的設計畫面這裡 然後呢 就切點開這個地方 那我們是.h檔 取到 我們的壓分的這個 因為我們要去讀取它嘛 那要讀取它 它必須要跟.h檔產生連結嘛 還有影響嗎 好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它拉進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的 這個壓分呢 請你就按右鍵 把它拉到裡面來 要把它變成是一個 property 那這個名稱的話 我們叫做 tstbt 好 那我們就按下這個 comnet 那這邊的話 就多一個 property 那這個 property 的屬性叫 tstbt 好 那 有了這個屬性之後呢 我們要去實做嘛 所以我們要切到.m那這邊 在最上面的這個 sync size這邊啊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它實做出來 所以呢 我們這個是 tstbt tt 這個要把它實做出來 那實做出來之後 我就可以直接在.m那這邊 去通過 tstbt 去存取你的 數值的內容 所以我現在的壓分呢 要分心過去 那 沒辦法 一行把它寫完啦 它一定要拆整兩個 就沒辦法了 就是 就是 按DVenue沒有錯 那可是呢 我剛才是 一行把它寫在一起 那不行 所以就變成 你要先宣告一個 nstrim 先把這個 UI上面的test 先存在這個 nstrim裡面 然後再 去通過 nstrim的方法 裡面 按DVenue把它 轉成 數字 這樣子才能夠把 畫面上你輸入的這個文字 把它轉成 數字存在 VAD 所以你存進去之後呢 那我們的這個Myscore裡面啊 就會有你的 得分跟 筆體了 所以我們去呼叫 這個 這個 就知道你 到底準備去做壓分 好 那我們仔細試看 能不能 正常的呈現 那得分100是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給聽了 就給100了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輸入超過 100的話呢 應該是不能讓你去做壓分 好 把它輸入跟壓分 好 那200之後呢 我們可以點 好 沒辦法裡面寫這個 分數不夠 不犯壓分 那如果呢 我們把它改小一點 如果是 20 好 那你就可以去做 猜的動作 好 所以真的是主要要跟大家強調 就是說 你通過物件裡面的方法 跟內部的屬性的參數 你可以去做 這樣子的呼叫的應用 所以你只要去 以物件代替你畫面上的意外 好 這樣的設計方式呢 就是 大家慢慢的熟悉一下 所以第一個呢 就是 這邊 就是壓分之前啊 你要去判斷你是否可以去做壓分的動作 那如果不行的話 你們就要在畫面上修一些訊息 那訊息 這個就是 請大家自己去做 好 所以點牌之後呢 如果沒有猜對啊 就是你的得分 要去減你的壓分 好 那如果猜對的話呢 就是得分加上你的壓分嘛 好 那我們來 做一下這一段 最後的一個 好 一樣都是在open這邊來做 好 所以我們回到 EY這邊來 我們的score.h這邊 我們就是有另外一個 最後這個方法 就是這個 全力score 就是你猜對之後 你要去加分嘛 猜錯你要去做 分數的移動 那這個分數的移動 就是你最後的值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 你傳進來的分數 update到 這個 score 假設他是內部的 其實你是直接點score去控制 也OK 那我們先不管 我們還是照 誤解的方式來做 好 所以 我把這個fuse過來 就是score.hpn 好 把第二個方法把它完成 好 好 那這個方法要做的很簡單 就是 你要去移動你的分數 好 所以我的score就是 我的屬性就是有這個 內部的這個score 要加等於我的value 所以我如果這個value傳進來是2的話 我的score假設是100 我解釋一下 如果我現在score是100 還是要做的 好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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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下 確實 好,這一行啊,會有這個效果,就是我現在score是一開始給一半了嗎? 那我唯一如果傳2進來啊,這個 固件裡面的score呢,會被我變成1,2嘛 那如果傳-2的話呢 答錯,如果傳-2的話呢,這個會變成減的嘛 好,就是會變成98 好,所以這個Change Score,其實很簡單就這樣子而已 就是依照你的值去做 好,那這個方法完成之後呢 我們就是把它套用在我們的open這邊來 好,所以一樣在open這邊啊 我們這邊是會去判斷你是猜對的猜錯的 那你猜對的話,就是需要把你的分數做移動啊 所以我們這邊,做分數的移動 所以我們會來一看 有一個幫助用的 terminology 我因為我們打算可以分享到的 這個問題是在做什麼? 就是它在做什麼? 這個問題是在做什麼? 我們要穿進一個新的分數 那這個分數的話呢 我們在這邊去做整理 如果猜對了 我們壓的分數呢 是在這邊嘛 這一個 -go.b 就是猜對的話 就是你的壓分乘2 加進去嘛 所以我的 假設我壓10分乘2就是得到20 那20的時候就是我要在 我的現有的分數上面加20 就是這樣才對 那猜錯就是扣回了 我們最後統一做移動就好 這邊就是統一移動 那這個區塊是做分數的計算嘛 所以這邊要把它拿出來 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一樣宣告一個變數就是newsgo 那這兩個區塊分別就是猜對跟猜錯的時候你要處理的邏輯嘛 那猜對的時候呢 我的分數移動就是乘以2倍 你壓的分數乘以2倍 那猜錯的話呢 就是你壓的分數變成負的嘛 所以我們用0去減 它就變成負的 那完了之後就是把你最後的 這個要移動的成績 如果你猜對就是 假設你壓20的話 你這個newsgo會是20 會是40 那如果你猜錯的話呢 這個newsgo會是-20 好所以把這個字通過 maxgo這個物件 changesgo這個方法去做移動 好那你移動完之後呢 我們要更新 在畫面上嘛 所以我們畫面的UI UI在更新的時候 畫我們在這邊 我們newsgo.test 這個要做 送中更新一下 你可以把它寫成方法去統一出 那這邊的話 我就不做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話 去更新一下畫面的UI で 這個東西 這本土三ета 很突然 但是這種這段 他們往後 好,那你要更新的時候,因為我們裡面存的是數值,所以我要再轉換幾次 這邊 直接把這個再附著過來 因為好像C裡面在做數值轉換比較麻煩,所以要寫的call比較多 這個scoreValue一樣是從這個myscore.score這邊進來 所以最後要把它轉折 字串 選在畫面上,所以我們這個是scoreValue 這樣子才是正確的 好,那我先測試一次,沒問題的話,我們等一下再給大家看 好,所以我們這樣子邏輯大概就完成了,所以 我今天在如果是壓20分 壓20的話呢,我如果猜對的話 猜錯的話,我的分數就變80了 那又猜錯了,60 猜對的話就是100 OK,那這個邏輯當然不符合 像我一樣,就被你每次都第一次猜對 那你做完之後,你可以去判斷三個數都翻過,如果翻過的話,你可以去 強制的去reset 好,再次重新來 那這部分就是留給大家去做發揮了 好 那其實概念都是相同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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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